少年的成长 如同一颗玻璃做成的星球互相运转 不同的星球像星星一样在空中相互回应 但玻璃发生碰撞时 只能碎裂吗 少年啊 来我的玻璃星球坐坐 你很特别 也很漂亮 阿琳的歌曲幸福了 然后呢 歌曲的音乐录影带当中 有藏了非常重要的符号学跟符号密码 马世在大学的时候 就读了这个视觉心理学的课程 那这当中呢 我们要针对于各种引发情绪的因子来做分析 包含说恐惧因子 欢乐因子 悲伤因子等等的 那有一组同学 他在研究悲伤因子 那他的主题在于说 研究说 人如果那个 要遇到一些不同的 像是说情侣吵架 关系的争执等等的 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共同性 他们发现一定会背对背的这个入睡哦 那这件事情 似乎不管说是在这个影像的呈现上 或者是说在现实生活当中 通通都是可以来看得到的哦 所以这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因子依据啦 那这个换句话说 他也就是后来在艺术里面当中 我们所说的这个符号学哦 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小知识来跟你做开场 也跟你说晚安 欢迎你持续来到玻璃星球的航空 我是马仕 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让马仕在空中陪伴你好吗 引起我们生活的悲伤因子 其实非常的多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悲伤因子如果没有处理的好的话 那他相较于说他就会引发我们一个 蛮重要或者是蛮大的一个情绪反扑 甚至有的时候当我们不小心做了一点去敏感化 我们似乎对于一些危机 包含说可能自我伤害的行为 一或像是有一些恐惧 我们就不是那么敏感 我们相信来说 我们似乎就会麻痹 是说错误的一些方式 当然也会导致我们悲伤因子的产生 但是悲伤因子过大的时候 他就会有这个罹患身心疾病的风险 但是不管是罹患身心疾病还是压力过大 这些都是悲伤因子发酵到极致后 呈现的一个结果反应 但其实像在这两个礼拜 不断的有大专院校的学生 出现了这个亲身行为 甚至是出现了一些憾事发生 其实这一些我们当然都不鼓励 我们也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如果说你的生活当中 你有遇到这一些不如意的时候 如果你还是学生 你可以多善用学校的辅导机构 那如果说是社会人士 请你拨打1995 1925 甚至来拨打一些 可以借助你的一个安全的社会网络 他们都会提供给你很好很好 或者是非常及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救助 那在这当中呢 马适今天要来提到的 其实是为下礼拜我们的节目主题 来做一个铺陈 那下礼拜呢 马适邀请到了这个 智商心理师Jason 来跟我们聊到就是 关于说对于悲伤的一个 历程的一个催眠方式 那这样子在国外 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 负面导向的游戏 叫做蓝金游戏 那蓝金游戏目前并没有进到台湾当中 可是呢 只要你在网络上搜寻这个蓝金游戏 或者是Blue Whale Game 你都会看到一些 比较看入目 或者是非常血腥的一些照片 或者是说非常负面的一些任务指令 这些都是 这个在国外来说 有一些宣扬说 要肃进这个社会 所来诞生的一些催眠指令 所以说在今天来说 马适想要来针对于防治 跟接触社会网络这部分 先跟你做一点相关的一个 伪造跟预告 那当然在节目进行当中 也要先给你一些相关的一个基础知识 所谓关于亲生的一个预防跟防治 它就是指区域性或者是全国性的公民组织 医疗专专业人士 或者是其他相关领域发起的一个专业人士 为了减少这些汉事发生所做的各种努力 他们除了直接介入之外呢 还有一些预防的方式 包含说治疗重性的抑郁症状 以及生理的心理症状 还有针对可能考虑执行这些 自我伤害行为的人采取一些应对策略 或者是减少一些可能是危险因子产生情形的出现率 或者说呢 来帮他们做一些未来的一个良好衔接 跟困境解决后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辅导 那一般来说这样子的一个防治 除了在医学 在精神卫生 以及公共卫生等领域都会看到之外 社会支持 社会参与 以及环境的建制 这一些都有助于我们来去避免 这一些这个可能身心疾患 来去碰到一些危险因子 那像包含我刚刚在上面所来提到的 关于蓝金游戏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都是一个很危险很危险的因子 这当中呢 也要避免一些相关的一个事情来产生 所以这一些都要做好相关的一个 就是说一个防护跟保护啦 好那马仕在这边 想要先跟您提醒 关于说 如果说有一些自我伤害 或是自我认知低落 甚至乃至于说会有一些 比较不好的一个 结束生命与命的行为产生的时候呢 这一些它其实都有一些固定的人际模型 或者是说一些特定的方向 我们是可以来参照的哦 那在这里呢 是根据网路上所找到的资料 也来给你做了一些相关的一个整理哦 首先呢 关于说这个根据一些学者 在10年他们认为有这样子一个 自我与命行为的人 有主要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呢 是他有一个特别强烈的 这个想要离开的欲望 那另一种呢 是主要因素完成了 他这个行为的能力呢 那关于说第一个主要因素呢 这种很强烈的一个离去欲望 它一般都是跟挫败的侵入性想法有关 包含归属感安全感 那也就是说 有情感上的疏离 以及自我累赘的感知 认为自身不称职 或者是其他人的一个累赘哦 那等等的这一些呢 那他认为啊 用完整的能力而言 他会觉得说 一般恐惧 以及疼痛的一个经验 这一些东西 已经不足以去弥补 他在生活当中的那种 情感疏离的痛 所以他会透过对自我的暴力屠虐 来透过行为 或者是图像的方式 来让自己达成一些极端的一个快感哦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关于说 特定因素完成了 他的这样子一个行为的事情哦 那像是有这些普遍低落想法的人 他们一般对环境 都有他的一个隧道视野 这个在学术上叫做 Ternal Vision 那这个认为呢 他们认为 这一些行为结果 都是解决他们困难处境的一个 最简单也最快速的一个方法哦 那这个著名的危险因子 跟恐惧因子 包含了这个身心疾病 物质滥用 人际关系 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 这个家庭的一个安全网络等等 这些都是会让他 达成这些危险因子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哦 可是当然同时之间 一体两面的研究也显示 人际关系处理的比较良好 而且有比较好的家庭支持者呢 他在做出自我伤害行为的风险 就会比较低 而且低非常多哦 那如果说他的自我控制 以及自我的一个自律性 也比较佳的话 他会有完整的一个现实检验机制 让他来发现说 对未来是有希望 对未来是可以来去做规划的哦 所以说透过这一些等等的 就会相应的 有一些风险评估的一些学术诞生 包含说了像是警示信号啊 或者是直接谈话等等的哦 因为像是其实 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比例 像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很常跟大家来说 关于身心症 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疾病哦 这个是从2020年开始 就要升到了全世界之冠了哦 那在这当中 其实台湾人呢 我们平均来说 大概是15个人会有一位 是罹患了身心疾病 而这当中15%的人 会因为这样子的困扰 而选择结束他的一个旅程哦 这一些其实 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持续持续的都还在做一个统计当中哦 那当然我们都会不希望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所以相信之下 对于风险的评估警示的信号 我们就会特别的来注意 特别的来观望了 像是在美国的这个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uicide Psychology呢 它列出了十项很重要的一个警示信号哦 包含了有一些思考谈论 或者是一些书写 他们会做一些很完整的一个规划 那包含还有物质滥用 失去生活目的 焦虑激动 无法入睡或持续的这个 这个 持续的睡眠 还有心理层面受困 无助 社会退缩 不和家人家庭社会 有所接触 或者是过度高涨的一个愤怒情绪 甚至会有报复的行为 鲁莽冲动 或是心情上的改变哦 这些都是在美国的这一个相关防治学协会呢 他们所来列出的十个的一个相关警示信号 那么WHO它还提出了一个有效评估的一个方式 就是直接和当事人直面讨论 因为像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能会担心说 或许会过度刺激啊等等之类的 但是根据WHO的观察 还有马氏过往呢 来跟各个社工师啊 以及各式的一个心理学家来访问的时候呢 我们都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 就是面对于这个 有一些比较难过的一些规划的时候 其实这一方面可以直接一点 可以直接的来询问 并且给予直接的最直接的帮助 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大多数的疾患而言呢 他会知道其实是有人关心的 其实是有人愿意承接他的 所以对他们来说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窝心的哦 那从这里呢 就会慢慢慢慢的 就会来讨论到说呢 我们当然都是要抱持着 谨慎关心的同时下来提出 要告诉他们说 我们都愿意陪伴 可是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 千万不能说 一切都会没事的这句话 也不要让问题变得不重要 也更不要把重大的问题给予 不真实的保证 我们永远都不是当时人 我们永远没有办法 来代表他的一个感受 我们只要让他慢慢的 有一个自身感觉讨论 而且情绪渐进 让他知道I care I care呢 这个叫做指令想法 和这个想法连结 评估相关证据重建 正面想法 用重新建立的想法 来表达感受哦 是一种可以来执行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讨论模式哦 那么其实在美国的分析研究当中 还找出了一个筛查这样子的一个防治风险信号 美国的公共卫生署的这个总署长 他认为筛查有相关风险的人呢 是一种防治儿童及青少年做出自我伤害行为做法当中 最有效的几种方式之一哦 有许多的一个自我检测问卷 可以协助来找出一些相关风险者 像是有这个贝克绝望感量表 以及S-Pathworm这样子等等的一个量表等等的 那当然在台湾也都有一些诸如一些特殊的一些社会机构 或者是社福机构 他有提供一些相关的量表 来让我们来测试哦 那这一些呢 针对于对于儿童及青少年的测试来说 的确他是有效的 但他的伪扬性的比率也偏高哦 因此评估有相关风险的人 后续都要进行门诊的面谈来确认哦 所以了同样的也就代表说 你在问卷他告诉你一些相关结果 就不代表说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寻求专业的医疗资源对你来说 都会是比较好的 在相关的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研究当中呢 透过全世界的一个比例来说 有75%的人在做出自我伤害行为前的一年 他们都有看过专业的身心科医师 那其中45%到66%是在执行行为前的一个月 来看这个身心医师哦 那甚至也有33%到41%的人 他都有来固定接受心理治疗哦 所以这一方面呢就是告诉大家说 其实很多情绪它是一个瞬间的事情哦 所以我们当然都有那样子的一个 不能说是责任 但是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心 会希望说我们身边的人都是好的 但是事实上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所有事情都把握得非常好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无形的一个大负担 这个时候要注意到的就是要建立自己的情绪界限 而且告诉对方I care 用最直接的方式给予他 最直接最直接的帮助 对于他们来说 这会是最棒的 这有多有助于他们 离开各式的一个恐惧以及危险因子哦 那当然恐惧因子或者说是危险因子 这些我觉得他们也都是一个渐进的迁移过程 也就是说他有一个历史轨迹可循 可能一开始从小小的东西开始 那我就会觉得可能会从困难因子开始 我们怎么样找出这种困难因子呢 其实讲的白话一点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困难 对你来说什么事情比较难呢 像对马仕来说 关系的建立以及关系的告别 对马仕而言就非常的难 所以马仕一直都有在这一方面要来做着力 只是可能一直没有办法着力的太好啦 所以在这一方面也是我持续要在努力的 但是我一直一直让自己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温暖小太阳 希望在这样子深夜时段 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温暖 非常开心 非常愉快的一个生活模式 如果你真的很难过 请你来找马仕 马仕会带你到玻璃星球做作 带你到玻璃星球来玩玩 我会跟你说 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 听说在商店里播放电视 收听广播都要取得音乐授权 是真的吗 只要看情况而定 如果只是单纯打开电视或收听广播 是不用付费的 但如果是在接收电视广播节目之后 在拉线加装多台电视 或用扩音设备传送给客人看或听 或者是在店内播放CD 那就要付费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呢 经济部智慧财产局关心您 哇 你怎么带这么多钱啊 而且还折成这个样子 就懒得拿去银行存呗 这样很不安全耶 要存回银行啊 才能让市面上的钞票太旧换新 又可以赚利息哦 嗯 钞票太旧换新 对呀 银行会把大家存入的旧钞挑出来 换成干净的钞票让大家提领 才能维持市面上钞票的整洁 哦 原来如此啊 旧钞回得去 新钞出得来 全民一起来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一舞蹈制作的林一 喝酒开车醉不行 酒醉的人无法掌控路况 请不要心存侥幸 别再当移动危险车 珍惜生命才是王道 高雄广播电台陪您一路平安 FM94.3 AM1089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的首歌曲 来自于苏打绿 还有Ella成家华的音乐哦 持续来到玻璃星球的航空当中 我们的航空还在持续着哦 所以为了您的安全起见 请你不要随便的站起来哦 而且过程中请您 Fasten your seatbelt 下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 但是在圣诞节当中 马士呢 想要安排的题目 是关于说 关于一些危险因子的防治哦 所以我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题目 所以我在这礼拜 我会先针对于学自我的卫教 或者自我的一个防护 来针对这个部分进行相关的一个说明哦 那我们来提到说 关于说自我允命的一个防治 其实在最近来说 像是在这两个礼拜 很多的大专院校 不管是说在台湾 或者是在全世界 其实都有哦 甚至说在中国 也有这个相关的职业电竞选手 自我精神的一个消息出来哦 那这当中呢 大家都在探寻到底为什么呢 这当中无非就是会找出说 所谓的这个危险因子 到底在哪里嘛 那可能我们能做的 就是把这个危险因子 还有这个恐惧因子降低 甚至我们也要把困难因子 可以好好的解决掉 但是在解决这部分呢 我们每一个人通通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个状态哦 全世界各地呢 因着不断节节上升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生率 所以说有诞生出了非常多的一个相关的预防组织 包含不管是区域的公民组织 医疗专业 社福机构等等的 这一些通通都会做哦 那也有提到说 我们个人 我们要怎么样来跟人来沟通 那像是在这个WHO这边呢 他们就提到了 你可以直接的跟个案来做有效对话 而且直接对谈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过度担心说 可能他的话语啊会对于他进行了一个过度的一个执念哦 那如果这样子讨论 会不会把这件事情让当事人记到心中 这件事情呢 经过科学证实是完全不正确的哦 不过呢 在讨论的问题都要抱持着谨慎跟关心的一个前提下来提出哦 策略是要减少当事人的伤心 并且保证有其他人也在关心他 使用这个I care这个指认想法的一个讨论践进方式 让他知道他的悲伤有人愿意来为他承接哦 这个就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消除恐惧因子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哦 那另外呢 如果说是外界的一个直接介入的话 包含说减少渠道这件事情哦 在减少渠道来说呢 也可以是相关的预防防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很多的研究者包含了公共政策计划人士呢 都有提出一个理论来支持 提到呢 减少一些相关的一个亲身渠道 你就可以来减少这相关的比例 或者也减少相关的人数 因为他可以减缓一些行为 让一些执行效果变得更加的困难哦 那过了一段时间 抑郁情形有改善 那他相对他安全的风险也就高非常多了 那一般而言呢 减少渠道的方式呢 哎 他的都会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一个数据来做支持哦 包含说他会有一些特定的一个热点管制 还有限制人员进驻 这些都是有效来降低这个比率 或者设置标语监控等等的呢 哎 这些也都是有效果的哦 那历史上呢 比较著名的一个减少这个渠道的案例 是英国的煤气 一直到1950年代为止 英国最常见的一个清生方式 就是吸入煤气 当中就含有氧化碳了 所以就会导致他中毒而死 那在1958年的时候 他们引进了天然气 其中呢 没有了氧化碳 之后的十年内 天然气占瓦斯种使用量的50%以上 也就因此 清生比例就这样大幅降低了 原因之一呢 也就是因为 他们所来使用的这个比例 也都大量下降了哦 那像是在美国呢 也有很多的研究者指出呢 容易取得这个枪支 和它的清生率上升是有关系的 以枪支进行的一个比例呢 约有85% 其实是这个致命的 那死亡率其实远高于 其他做的一个统计哦 那其他呢 广为知道的一个使用方式 大部分其实每一年啊 多半都是在5%以下 但是在其他国家 限制接触枪支 确实可以有效的降低相关清生比率的诞生 但是美国有这个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保障呢 人民他佩戴武器的一个权利 所以也限制了相关的一个管制法案 但是呢 现在相关人士也都已经在注意研讨 是否针对于这部分 来做更进一步的一个研议哦 那当然相较于在台湾来说呢 我们也都会在一些特定的热点上 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管控 甚至说在比较危险的地方 我们也都有设计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标语哦 甚至包含说像是这个危险热线 其实危险热线呢 就像是这个 像是1995 1925等等的 就是让处于心理危机的人 能够联系志愿者或是职员 他们可以通过通话简讯 网上聊天呢 也可以来见面交流哦 那虽然说呢 这个很常见 但对他们的这个研究来说 其实没有那么充分 那当中目前在社会也比较能让我们注意到的一个研究 是说拨打这个电话热线的人的心理痛苦 无助感以及相关的一个欲望呢 从电话当接通后的几周后 都会有所降低哦 但是呢 在长期来说 目前是还没有减少了 在这一部分都还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累积啦 但是的确我认为几沙成塔 巨少成多 每一次一点点那直面 让我们去理解我们的困难 把这些困难因此一层一层的解决掉 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哦 那另外呢 比较常注意到的 其实就是关于说社会的介入了 包含说呢 使用这个专业受到训练的人所带领的团体 亦或是说一些乐观主义连结计划 还有一些包含一些生命教育 以及健康福利能力等等的 让他们来透过一些相对的接触 可是这个时候 他是出于说是有一点 虽然说是在预防嘛 可是有的时候 更外在比方说 可能遭受到不公平对待 或者是家庭暴力 性别暴力的人 他这一方面 他也会有相关的一个 自我贬低 自我低落的认知哦 像这部分的话 其实也都是透过长期的策略 长期的一个修法 来去保障每一个弱势者的一个权利 尤其这一些事情 本来就都是在历史里面 在不断的一个发生 也就是说 在每一次的整理 每一次我们都会发现 有所不足的地方 都一次一次的在补强 像现在在性别平等圈里面呢 都会来注意到的就是 男性也会是性别暴力的受害者哦 甚至说其实在中东国家 都会透过一些性侵的方式 让一些男性对自我价值 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低落跟自卑 让他去觉得说 他自己不再身为一位男性 而对此来达到一个 牢狱服从的一个方式哦 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常证的一个侵害方式之一 那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权组织 注意到这一件事情 也针对这一件事 不断不断的来去做改正了 所以说在历史当中 我们发现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恐惧因子 每一种的困难因子 我们持续的一直都有在处理它 只是说或许我们速度没有这么快 但是如果你现在深陷领域 请你相信你的悲伤真的有我们愿意承接 如果你身边没有人承接 请你来到玻璃星球 请你来找我 马氏又会很愿意来承接你所有的不愉快 我会帮你好好的把回忆 把不愉快保存在这里 让你可以持续快乐的来面对你的生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不该吸毒 吸毒让我失去健康 失去自由 也失去了一切 青春的Tempo 要有坚定的意志去follow 别让毒品趁虚而入 如果发现身边亲友吸毒 请用爱与关怀 帮助他们拒绝毒品 我是反毒代言人肖敬腾 与教育部陪您一起 用爱关怀 用心反毒 亲爱的 结婚之前更不容易 也要跟你拎家庭 结婚以后更疼 也要把孩子换了之外 你真的很疼耶 稍等 我要去洗澡品了 这么好的老师真的没话说 很多妈妈 刚做家庭两边没空 都不想小孩子吧 如果这样 我们就来捡小鱼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明杨 阿公阿嬷要出门 不闯红灯 不逆向 帽子戴好 穿得亮 提醒家中的长辈 骑乘机车的时候 请戴好安全帽 不闯红灯 不逆向行驶 欢迎继续收听 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我们到站咯 玻璃星球 谢谢你的搭乘 跟你说不难过了 于可为的歌曲送给你 要告诉你 你一直都在温暖我的心 而我也想 一直一直温暖你的心 晚安咯 祝你好梦